台湾17个县市15号下午突发大面积停电 波及668万户 台经济部门主管李世光因此请辞下台 蔡英文林全等人也两次道歉 蔡英文称将把供电系统列为将来改革重点 为何去引发岛内民众不满 电力恢复官员请辞 台当局能否就此过关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陈凤鑫为您深度解读 台北地检署侦办大巨蛋图利弊案 历经三年多的搜证调查 今早首都以他字案被告身份 传唤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此案将会如何发展 外界质疑台北检方与地方法院 祭出三案加杀马英九 这背后是否有绿营的恨意左右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陈凤金 有独家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签署了行政备忘录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审查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 这举动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 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中美贸易战是否一触即发 美国此举又是否在借经贸问题 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压 时事评论员腾建群有专业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完美好赚 六贵福珠宝 本来莫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 六贵福剧名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15号下午4点51分 全台17个县市发生大停电 影响户数高达668万户 停电不仅给全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 带来严重影响 还间接造成一死一伤 在停电事件发生之后 台经济部门主管李世光 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请辞 并以获准 我现在是在台湾电力公司 那么目前全台湾都已经恢复供电 但是接下来依然面临严峻的缺电危机 而对于台湾岛内民众而言 他们也更加担心 接下来会不会出现和昨天一样 毫无预警的大规模停电情况 在完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 在百货的空间里非常的闷热 15号下午 全台17个县市突发大规模停电 商场一片漆黑 手扶梯也不能运转 民众只好打开手机灯光紧急照明 自己找出口 而商家因为煤电无法营业 只好提前打样 到了晚间 许多闹市区仍然黑压压一片 因为停电 逛街人潮少了一半 突然停电 冬就煮下去了 明天要浪费 而这次无预警停电 更导致全台多地交通信号灯停摆 仅在新北市 就有超过1300处红绿灯不亮 由于正值下班高峰期 大批警力紧急上街疏导 但交通堵塞 已将马路变成了停车场 另外这次全台大停电还造成数百起电梯受困案 让警销人员疲于奔命 幸好数百起电梯停电事件中 都没有传出有人受伤 但是在苗栗县通宵镇一户民宅 却在停电时传出火警 73岁林姓阿嬷在一楼客厅 曾试图自行灭火没有成功 紧急逃出 脸部严重烫伤 但在二楼的42岁温姓儿子 因为车祸脑伤行动较为迟缓 受困火场 最后被发现趴握在二楼厕所死亡 消费人员发现 妇人因为停电点蜡烛 不排除因此尿灾 在全台大停电后 台经济部门主管李世光 15号晚间召开记者会 说明停电原因 并表示自己不会躲避政治责任 随后他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权 请辞并获准 李世光表示 自己不觉得委屈 目前当务之急是把事情处理完毕 过去这段日子也谢谢林权的指导 我们该负的政治责任 我们完全不会散躲 在15号的台湾大停电事件发生之后 蔡英文林权当天晚间 都在脸书上向民众道歉 并表示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不过台湾各界对此并不买账 对蔡当局的能源转型政策 提出批评 针对全台大停电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权 15号晚间先后在社交网络 向全台民众道歉 蔡英文在道歉中强调 真正该全面检讨的 是这个会因为人为疏失 而轻易瘫痪的供电系统 她并表示 我们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 今天的事件 只会让我们的决心更坚定 相关言论引发岛内不满 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 在社交网络上发文表示 全台大停电 蔡英文面对人民的方式 是贴了一篇文章 一个不见人影的道歉 不过是荧幕上的两个字而已 有岛内网友则表示 文中未见虚心诚意 只看到指责制度与谢责 整天只想吃美食 还妄想用爱来发电 看起来不像道歉呀 比较是像追加预算的前戏 还有台湾网友 耶鱼道 儿子不打怪了 女儿不追剧了 大家昨晚摇着扇子 点着蜡烛 围坐在一起吃饭 久违的家庭价值又回来了 也因为停电 街坊邻居纷纷走上街头 相互攀谈 邻里关系也和睦了 或许是听到了民众的心声 蔡英文当局的官员 隔天开始对大停电事件 现身回应 16号上午 林全召开记者会 再度代表所有行政部门 以及台电中油公司 向民众道歉 林全宣布成立停电调查小组 和电力体检小组 分别调查这次的全台停电危机 以及进行对全台电网体检 强化的讨论 同时他也提到 有关民代希望 他到台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 他乐于接受质询并做说明 主要行政调查的工作是希望能够厘清 在这个事件中间 我们的相关的 特别是中油跟台电 他们的管理部门的管理 这大型的集中式的这种电厂 要如何确保 他的这个书和送电的这个电网 以及管线的这个安全 而蔡英文16号下午 也在民进党中常会前 特别针对815大停电的状况 代表施政团队表达歉意 他表示停电的状况 不应该发生并重申 电力供应不只是民生问题 更是安全的问题 电力的供应不只是民生的问题 更是安全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告诉我们 包括电网安全强化 分散式的绿能发电系统等工作的推动 是刻不容缓的正确方向 不过国民党发言人李明贤 就此事件提出质疑 他表示如此重大的事件 难道仅仅是误操作即可造成的 是否台当局要企业扛责任背黑锅 国民党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 必须尽快清楚交代 未来的能源政策和相关的因应配套 避免类似缺电状况重演 相关话题我们来临线台北影博士 河南时间交给你 好 客主 感谢月华不绣钢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声秀 用月华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时事评论员陈凤馨 凤馨小姐你好 河南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郑又平教授 教授你好 河南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毫无意外的 昨天其实我们三位或多或少都有受到停电的波及 当这样子电力完全恢复之后 蔡英文先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在网络上发文 写下了一段话 并且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在民进党中常会开会之前 也有一段简短的发言 好 我们来看就是蔡英文在网络上面的发文 他其中又写下这一段 我们要和凤馨小姐一起来探讨一下 他写到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系统明显过于脆弱 可是台湾竟然过了 就这样子过了这么多年 好 这个系统非改不可 我会把它列为未来彻底检讨改革的重点 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这一段不是很理解 我们想请教一下凤馨小姐 蔡英文这段话其中有怎样的一个逻辑和含义吗 他的逻辑再清楚也不过了 那都是马英九的错 跟他蔡英文无关 所以他其实只差了 没有把马英九三个字拿出来 然后好好痛大的鞭策一下这样子 昨天第一时间 他没有出来面对台湾所有的人 然后只有在脸书上发文 今天被痛批了之后 好好好 那我就利用 在开民进党中常会的时候 我到了中午 然后出来再开一个记者会 可是你看到他通篇的内容 其实他的重点不再道歉 他的重点是在于 把整个的责任通通推卸给前任 明明台湾的电力 其实在供应上面是已经非常的吃紧 这个电力供应吃紧 其实有很多很多原因 那么台电其实在所有的电力供应的 这一个扩增的这件事情上面 几乎都遇到阻碍 那原本已经有的电力供应 不管是合一厂的一号机 跟合二厂的二号机 这两个机组加总起来 有大概160万千瓦 以及那么这个核四厂摆在那个地方 其实已经完成了整个的这个系统检验的 这个核四厂 它大概可以供应的是240万千瓦 那么总共加总起来 刚好就是这一次跳电的大潭发电厂的 400万千瓦 你就白白的空在那个地方 你不去用它 然后接着就让一个大潭电厂 它的这个跳电然后影响到了全台湾 这个系统确实非常的脆弱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那脆弱的主因是什么 短期来看民进党暴冲式的反核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对于昨天的这样一个停电的话 有非常多人有各种的感受 有人就非常点名的说出来 说在停电的时候 真正感到绝望的还不是停电的那一瞬间 而是看到昨天晚间蔡英文在网络上 发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彻底绝望 蔡英文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我们政策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今天的事件只会让我们的决心更为坚定 好我们要和教授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说看到了这句话 让民众感受到更加的绝望 我想他这个很简单 等于是告诉老百姓 我蔡英文跟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方向 绝对不会做任何的调整 民进党一路走过来 他到今天为止 他简直没有办法回头 去检讨他的非核家园 这样子的一个能源政策 我们看他的能源政策 说2025年的时候 变成说火力发电30% 这个天然气发电50% 然后再生能源20% 那问题说现在再生能源 勉强勉强 只能占到5%不到 那你要在短短剩下8年的时间 变成20%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以台湾现在的技术 以台电现在所有做的努力 以及你台湾执政当局 所有做的铺排 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你有可能这么顺利的转型吗 好很多人其实提出来的就是说 你要去思考一个比较温和的 一个转型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不要突然的 100%的废核嘛 你应该要逐步的去替代 但是蔡英文完全舍此而不为 他今天讲他的政策方向 绝不改变 同时也是在告诉大家 核四我绝对不可能再启动 这就是他当时前几天才讲了 过去不会是 未来也不会是台湾的选项 所以大家一看心都寒了 你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你找不到足够的替代 能源的状况之下 现在台湾的电力供应量 倒退到16年之前 我在看这个数目字 我其实心里面也很担心 其实台湾现在火力发电 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这个大气的污染 完全没有减轻 你说你要做一个无核家园 可是我们的空气污染 并没有减少 蔡英文最妙的是 她还不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 或者是成本 经济成本 它根本好像不存在一样 天晓得 如果按照他们这种做法 台湾要负担多少的成本 而这个成本台电没有能力 谁负担 纳税人必须要均摊 那么你要承担的代价是什么 就像8月15号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真的是让人们都觉得说 我日子要怎么过 所有的小企业 所有的这些小摊贩 这些市井小民 他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 我昨天看了电视上 所有这些新闻报道 心里面其实很难过 其实有时候想想 这些老百姓是无辜的 他们当时投票给你蔡英文 无非只是希望说 你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你不但没有做得更好 你做得更差 你还要指责别人 你还告诉我们说 我绝对不改我的能源政策 你说大家听了是不是心寒 我们不要忘了 就在这个月的时候 刚刚进行的这样一个 政军兵推政军演习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就是假设说 岛内的电力设施 出现状况以后 那么台当局的各个单位 要如何去应对 我们去算一下昨天的时间 从昨天下午4点51分 出现事故 再到昨天晚间9点40分 完全的恢复电力的供应 差不多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讲的话 我们想和教授共同来探讨的是 从台当局整个行政的角度来看的话 应对怎样 讯息完全混乱 各种不同的讯息出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电公司 中油公司 台湾的经济部门 甚至于到了林权 全部都有不同的说法 我在画面上看了一个 很清楚的现象 就是新北市的副市长侯友宜 他急 因为新北市立刻进入一个 紧急的这个应对中心里面去 要危机处理 他就打电话问台电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这个轮流停电还要停哪几个区 那下面是哪几个区 可能会面对这个冲击 我们要做这个先期的准备 让大家减少任何不必要的冲击 不知道 答案就是不知道 不清楚 这里面看出来一点 你做再多的什么政军兵推 兵棋推演 那全是纸上作业 你到了实际情况 荒腔走板 然后一阵慌乱 这里面还最妙的是 有一度台湾的有关部门的人 还跑出来说 没有668万户 这么可怕了 只有十几万户 二三十万户而已 很快就可以解决 就典型的那种官僚作为 官僚思维 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能够忽悠过去 就忽悠过去 对于这么炎热的夏天 那度秒如年 还有老太太 因为在做家庭手工 舍不得停下来 点了蜡烛 结果蜡烛不小心 烧到旁边的材料 可怜的儿子 四十多岁儿子 也就这么走了 那这样子的人伦悲剧 是原来可以不必发生的 但是我们看 民进党干了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就是经济部门的首长 台电中游的董事长 一干人等 站在这个记者面前 集体鞠躬 九十度鞠躬 还有好像是这个 诚意十足 第二个就是 放出来个消息说 大老板 蔡英文不高兴了 大喊说 李世光给我走人 然后跟着就是林权说 我已经让他自动请辞了 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棄局保算 这种手法让我们觉得说 又来政治操作了 鞠躬 然后砍人头 然后呢 不知道了 后头就没有 最多就是蔡英文 在社交媒体上 发一篇谈话 这个谈话 还指责是前朝的错 指责是系统的错 所以需要改革 我们必须讲 政策面 你不去检讨 技术面 你拼命做文章 还要把政治责任 推卸给前朝 这样子的操作手法 只能够说明说 台湾在面对 任何这样子 跳电 断电危机的时候呢 真的是没有做好准备 从昨天这点点第一来看的话 确实有些人 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要继续 岛内话题的探讨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 台湾岛内的消息 台北地检署 侦办大巨蛋土利案 历经三年多的搜证调查 今早首度以他字案 被告身份 传唤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 以及马英九市府时期的 财政局长李树等两人 算上北检侦办的三中案 以及台北地方法院 在审理的教唆泄密案 预定在8月的下旬来依审 宣判有媒体就评论认为说 台北的法检机关 犹如在对马英九 进行三面的夹杀 我们一起来看 马英九16号上午8点48分 抵达台北地检署 面对现场媒体的提问 不发抑郁 在法警市办理完传唤登记后 马英九低调上楼进入侦察亭 据悉 今天除了马英九外 台北地检署还传唤了 时任台北市财政局长的李树德 并提训再压的远雄集团创办人赵腾雄 而在经过漫长的9个小时的侦讯后 在下午的5点47分左右 马英九终于步出侦察亭 此番马英九遭列被告 是因为台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员会 前年公布调查报告 并向特征组以及台北地点署告发 指控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与远雄创办人赵腾雄会面 通过当时的财政局长李树德 与远雄达成运营权利金归零的协议 并同意远雄要台北市政府降低或减免租税等要求 涉嫌图利远雄 对于此案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新15号已表示 在台北大巨蛋招标过程中 权利金设计没有图利 他并且重申 马英九从事公职以来 一向奉公手法清廉自持 绝对经得起司法考验 其实与柯建明的自诉案 就是那个教唆泄密案不太一样 这次涉及到的是大巨蛋图利案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原本它是一个他字案 可以说对于马英九的影响 是非常有限的一个案件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去传唤马英九 你亲自过来说清楚的案子呢 我们想请教一下风轻小姐 这一个大巨蛋的这个图利案 我先提一下起源是什么呢 起源是源于2014年 柯文哲当选之后 当时就风风火火的 然后去搞了五大案 可是那五大案 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 其中在大巨蛋案里头 他当时就透露了好多的这些文件说 当时马英九如何的去跟远雄 就是跟厂商开秘密会议 然后最后决定了什么权力经的一些方案 等等等等的 可是后来其实马英九当时的官员 就把整个的文件又摊入出来 告诉大家说哪来的秘密会议 如果是秘密会议 怎么会有完整的逐字记录的会议记录稿呢 那代表的其实 当然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谈判 那一个公开的谈判 而且有会议记录的谈判 怎么会变成了一个秘密会议了呢 那当然其实跟柯文哲当时的操作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回过头来说 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决定大据大案的所有的过程 都是在陈隋扁担任领导人的时候 那以陈隋扁在担任领导人的时候呢 那而且这个马英九呢 其实他在卸任了之后 那么到这个陈隋扁呢 下台这中间呢 都还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陈隋扁有很好的理由 去全面性的清查整个案子 如果马英九有罪的话 那陈隋扁当初就不会放过他 那更不要讲说 当时后来柯文哲 虽然呢 纷纷火火的搞了一阵子 而且呢还在媒体上面呢 批判了这个马英九 可是事后呢 他们整个案子 完全不敢移送出去 就是因为发现到证据太薄弱 那今天这个案子呢 北检呢 再把他给拿起来重新炒作 其实只是凸显出来 现在台湾的司法单位 受到绿营极大的压力 非要办马英九不可 就算在司法的证据上面 不足以让马英九坐牢 也要让马英九 常常的去跑司法单位 不管是检察官的侦察厅 或者是法院的这些审判厅 那么只要让他常跑法院 那么就可以平息绿营的怒气 现在他们知道 就算抓不到马英九 也必须要让他常常跑法院 好 我们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 还给福州演播室 可主 好的 谢谢贺南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 签署了行政备忘录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审查所谓 中国贸易行为 这一举动引发各界 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 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中美贸易战是否一触即发 时事评论员彭建群 为您带来专业关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完美好赚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将星珠宝品牌 六贵福居民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据新华网报道 当地时间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备忘录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审查所谓中国贸易行为 包括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 这一举动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 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当地时间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救中国 可能不合理或歧视性地损害美国知识产权 创新或技术发展展开调查 特朗普在签署这份行政备忘录时 发表了一段讲话 同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 称将进行全面调查 并根据需要采取措施以保护美国产业未来 媒体担心 莱特希泽或将援引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根据该条款规定 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确认某贸易伙伴的某项政策违反贸易协定 或被美国单方认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时 即可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 报复手段包括终止贸易协定 关税等进口限制 取消免税待遇和强迫签订协议等 美国的这一举动引发国际舆论担忧 英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说 有批评人士认为 特朗普的举动非常危险 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系统解体 15号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强调 双方已经建立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实施了中美合作白日计划 明确了未来一年经济合作的方向 美方应珍惜当前中美贸易关系良好的局面和合作态势 美方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必将损害双边经贸关系 以及双方企业利益 中方希望美方贸易代表 要尊重客观事实 慎重行事 当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 再次就中方上述立场进行阐述 第一 我们认为美国不应该成为多边规则的破坏者 第二 美方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必将损害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 以及双方的企业的利益 第三 如果美方不顾事实 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 而采取损害双边经贸关系的举动 中方绝不会做事 必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 坚决捍卫中方的合法权益 相关话题 我们来临线北京影博士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审查 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 此举可能会引用到美国 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 这是一种怎样的做法呢 所谓301条款的话 是1974年美国会通过的一个国内法 它就是要求美国的这个有关贸易机构呢 对于相关国家的经贸行动 是不是动用了行政和司法方面的一些手段 对美国的商业利益造成了危害 实际上这是一种美国国内的立法 那么提出对中国进行301条款调查 这确实是一种用私刑来衡量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往来的一种使用方式 那么从301条款确立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它对于欧盟对于日本呢 确实曾经带来过重创 但是在90年代 WTO成立以后呢 美国在很少用这种这个条款呢 来这个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方面的纠纷的 这种解决 那么这次呢 我觉得对美国来说的话 又重提这样一个私刑 实际上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的话 是一个极其这个严重的打击 尽管还处在一种调查阶段 但是呢 一旦调查成立的话 那么它会采取一些征税呀 对中国的商品进行这种限制啊 这样一些做法 所以呢 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这个坏的先例 好的 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事休息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请教滕建群先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主 完美好赚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将心珠宝品牌 六贵福剧名播出 就美国采取单边行动 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有观点认为 特朗普上台以来 显露出将朝鲜问题 与中美贸易捆绑的策略设计 那么美方希望在经贸问题上 向中方施压 以此作为促使中方 向朝鲜施压的手段 请问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中方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从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说读一下特朗普在80年代写的他那本书的话 叫交易的艺术 那么这本书当中 他就提出来 他在跟有关国家 有关对手 谈判的时候 他会要出一个很高的价 但是呢 可能会赚取很低的利润 但是呢 这个他必须要漫天要价 这个是他一贯的做法 所以在对待这个中美关系 包括中美经贸关系方面呢 实际上特朗普也加带了很多私货 他是以经营公司的模式来经营中美关系 经营这个美国的这个内政 所以体现在这个现实当中呢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你比方说 他曾经拿的南海问题跟台湾问题相提并论 拿的这个朝鲜问题来说事 认为中国在这个制服朝核问题方面呢 缺乏这个力度 所以呢 中国应该加大力度配合美国 那么为了这个能够配合美国的话 美国也愿意在这个经贸方面呢 做出一定的让步 所以完全是一种经商的模式来经营国际关系 来经营地区事务 也体现出特朗普本届政府的这个特定的风格 缺乏一个政治家长远的这种打算和计划 那么对未来来说的话 中国的应对正向咱们商务部发展人所言 我们是有备而来的 我们不可能允许美国 损害中国的这个商业利益 安全利益 不可能这个让美国损害我们的企业利益 这些呢 中国都会做出充分的准备 好的 谢谢藤建勋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祝福海峡两岸的同胞 平安喜乐